我听说黑木宣布要追求橘子 不过那小子长得帅还会来事 我说铁头 你就没点危机感 铁头 铁头 你在看什么 难道是公司出了什么问题 你就是在看这个 我在挑选礼物 你送这些不好吧 我也觉得直接送不太好 东西太多了 我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我是说你选的这些礼物不好 这些礼物怎么了 水晶球牛角兴 还有这个死亡芭比粉口红 水晶球看上去很浪漫 你找猪是为了让他多舒芒 至于这个口红 女人不是都爱口红 我看这款4号的口红销量最高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你选的这些 堪称直男作词代表礼物 我究竟是怎么想的 怎么可能 这是我研究了诸多网站的数据 结合各大排行网站的销量数据 做出的最有选择了 数据 永远不可能说谎 我麻烦你先看看 送了这些礼物的后果 为什么我送了水晶球 女友和我分手 送八笔色口红 让我痛失至爱 请你好好研究一下 橘子的喜好 再决定送什么礼物 OK 果然恋爱 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看来不能以大数据 统计学的方式应对 看来这次终于听懂了 看来 我只能制作一个 研究橘子喜好的 独立数据模型 就你这清奇的脑回落 基本就告别追女孩了